今天我们来到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马六甲 也邀请了创始会长陈达生博士一起讲解 马六甲郑和博物馆是二十多年前由陈博士建立 是历史悠久的郑和文化的珍贵宝库 也是全球郑和粉丝们的朝圣地 这是海外最大的郑和博物馆 很多国家领导人曾光临这里 它位于马六甲新藏地带 与著名的荷兰红屋 圣保罗教堂等历史建筑 交相辉映 共同构成独特的文化风貌 我是新加坡国际政博学会会长张璐博士 这是我们的创始会长陈达生博士 是由陈达生博士一手在二十年前创立了 那我们今天跟我们陈博士一起来参观 来讲解 当然对于陈博士来说是陈达生博人 我们就讲一下这里原来的高官场 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六次到马六甲 他在这里建立了大名官场 里面是高度的文明 它主现的是中西文化的交融 这个官场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在马六甲各个分宗船队的汇总 各国元首集合去中国建大名皇帝 都是在这里来中转 实际上这个大名官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马六甲 官场也是在机场街这一片老街 也是在2008年申请的世界文化遗产 正合的城堡极度区别于后来那些民地的城堡 这是完全一样的 这边是马六甲和保护堂 马六甲还到了这边渡官过来 也保护堂 这边海峡 这边有副城堡 副城堡保护整个官场 所以五都泰山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他的军营冰营 他的货舱和中转 阿批亮其实没有回去就留在当地了 就留当地创新创业 在这里成加利业 形成了后来的巴巴娘惹 徒生华人 所以马六甲国王 巴拉米苏拉 他在1402年是苏文达腊的王子 他来到了马六甲 成立了马六甲王朝 他先到新加坡 先到新加坡 在马西 然后他又成立了马六甲王朝 三年后1405年 郑和来到马六甲 然后这个马六甲王 个人的努力和政治上的协作和让步 导致马六甲繁荣盛了110万 他是一位来自苏门达腊聚港的王子 当时他娶了爪娃的公主后 岳父不满意他 他就被赶出了圣门达腊 然后来到了今天的新加坡 就是淡马西 又打扮了当时的淡马西国王 自立为王 那么五年后呢 贤罗 也就是今天的贤罗呀 今天的泰国呀 贤罗王出兵 驱逐他又再度流亡 然后他由马国到山岩 来到了 又再成立了马六甲王朝 但是他成立马六甲王朝以后呢 贤罗还是一直扎他 所以他很有远谋略 他就跟明朝 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王朝 世界最强大的王朝 对世界最低强盾壮的王朝 这是讲一下这个 郑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那些货物 这些香料是运回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那个 原素的物品 其中的物品就包括桂皮 胡椒 八角 丁香 甚至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另外一种香料 不知道名字 中东开心火 这样啊 中东开心火 这样啊 在焚香上面 他们又找回很多这些香料 但是那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香料对明朝 对元朝来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 或者是药用之用 到后来的欧洲 葡萄亚荷兰也是针对着香料而来 好 谢谢 这个呢是大秤 就当时明朝 郑和夏西洋时候带来的称东西的 那么马来人也叫这个叫大秤 马来人也叫大秤 大秤 大秤 大黄哦 芬头啊 棉羹 芬头啊 豆腐啊 米香分泌器 他们这些东西啦 不 understanding 我们录像史στε着 不知道我们谁来的 іш多西oner 很多西亚中西兰 我们是找家电丝日本开 Romans 明代出版的书 庄故以外的东西 甚至一些文化交流 也是高科技的交流 因為當時明朝的科技,中國農業工業都很發達,特別是農業的,那包括農業的末,米糠分泌器,還有當時的浦漁工具。 政府給印尼的漁民的浦漁網,就比當時先進很多。 這裏有幾百條,這裏就是浦漁的高科技在當時。 第一次政府送給漁民,後來他又後面幾次大量的帶去給漁民,就是浦漁的。 是高科技的輸出,幫助當時的漁民、農民,而且還帶了很多種子出來。 不僅是農作戶,是種子,然後教紡織各方面高科技的東西。 在熔熱的時候,漁是認為中國主要的貨物之一。 這個採漁礦就是,假設這是這個河邊的那個,他們就把那個東西散下,那個泥,散下,在水中,在裡面有水中,就這樣旋轉。 因為漁很重,就沉在中間,它在旋轉的時候拋,提心力就把這些泥沙全部拋出去。 所以在這個採漁是兩件非常重要的文物。 它是屬於,應該是元朝末,或者是永樂時候的那個青花詞。 你可以蹲下來再看一下,它的旁邊是屬於那個蟬枝點菊花紋。 這是元代末年典型的元青花的這個紋飾。 它是用這個蘇瑪梨琴波斯進口的,所以這兩件,其中一件比較乾淨。 另外一件,上面長了那些蛤蜊。 所以可以說明,這是在從城船裡面出來的。 這兩件是真實本巢的東西,不是新的樣本。 所以是一個非常有看頭的瓷器。 這些就號稱所謂那個鎮河物。 就是在鎮河航海雲帶,或者是元代生代的時候, 東南亞貿易上面的一些用具。 就是做了主要是用來儲水跟儲藏食物啊,煙菜啊之類的在運輸, 或者是作為鴨湯水之用。 官場就指機場街就是現在的世界文化遺產所在地。 現在每個週末,這裡就演變成熱鬧非凡的夜市,吸引了眾多遊客。 多數攤販由有工作的市民經營。 他們每月上交七百至一千馬幣不等的租金。 無數年輕人在此聚集,充滿活力。 再歌再舞。 為這座蘊藏獨特娘惹文化的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這裡美食,攤味眾多令人目不暇接。 琳琅滿目,垂涎欲定。 熙熙攘攘的人群落意不絕。 遊客們可以品嘗到各種地道的美食, 如煎堆、炒果條、福建麵等等。 。 像天空大聲的呼喚,說聲我愛你。 像那流浪的白雲,說聲我想你。 讓那天空聽得見,讓那白雲看得見。 誰也擦不掉我們許下的裸言。 想帶你一起看大海,說聲我愛你。 給你最亮的星星,說聲我想你。 聽聽大海的誓言,看看執著的藍天。 讓我們自由自在的戀愛。 。